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东安邮轮广场串接工程正式开工 这项工程将打造空中跨桥平台 串接海洋广场至东安市区 即将卸任的金融市长刘昌高兴地说 这是市港再生标杆计划的最后一里路 今天的这个游轮广场的串接工程 是我们整个金融市港再生标杆计划里面 最后一里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我卸任之前 来进行动土的一个仪式 那接下来工程马上要进行 那会在113年的4月份来完工 那这个游轮广场的一个平台 对整个金融市人本环境的一个营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那它会把我们整个水岸边 还有东岸的商场 以及我们的文化中心的美术馆 演艺厅 还有港务公司的游轮旅客大楼 会整个穿接在一起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一个水准 那也得到重要的一个奖项 那我希望在113年4月份完工之后 我们整个东岸的这个港边的一个 串接它的一个狼带 一定会变成是国际邮轮的客人 还有我们国内的民众 那来到基隆 看到基隆港漂亮最美丽的一面 交通部长王国财野大战 在基隆市长牛昌主阵下 8年来基隆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包括基隆捷运预计明年第四季东工 这段期间 交通部与基隆市这种方面合作相当愉快 未来也将持续深化合作 8年前来基隆 看到的是一个黑白的 那今天到基隆看到完全的彩色 而且多彩多分 所以我想说在整个在这8年的建设 大家有目共睹 然后基隆捷运现在也已经送到环保署 如果快的话 明年第四季秋可以动工 所以整个基隆的发展 全国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进步 我们期待后续交通部继续跟基隆市政府 来做一些合作 持续来进行 有些还在进行中的工程 继续把它完成 立法院蔡思荫则认为 这项穿接工程 未来将可提供游人旅客 更便捷安全的步行动线 蔡思荫也强调 接下来在军港西迁后的相关开发案 它会持续努力 让基隆往前蜕变 不走回头路 对于我们基隆港市的支持 那除了我们看到这些工程之外 未来包括军港西迁之后 东岸旧的渭海营区的开发案 以及C456 我们的港海运大楼的开发案 这个部分未来市应会继续来努力 我们期待让基隆继续往前蜕变 不走回头路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处长徐燕新表示 这项平台串接工程 需穿越市区道路上方 在金融市是首次尝试 因此主要结构量体 将先踩预柱方式进行 在不影响市民生活环境的前提下 用最快速的方式建构完成 主要的结构的量体跟结构的部分 都用预柱方式去做 然后希望用最快速的方式 去做衔接的部分 这个部分当然国际很多的大工程 都有这个经验 在基隆是首次的 所以也是我们极大的挑战 但我们现在正努力去做 细节的一些调节跟调整 未来在做这个串整的部分之后 我们希望用最短的时间 展现我们的工程的能力 把这个串街工程尽量不打扰 大家的日常的一个生活环境 还有交通环境的这样状况之下 进行完成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金融人引颈期盼的金融捷运案 在金融市长林又昌 与立法委员蔡世英的努力下 目前第一阶段已经进入环平 最快明年第四季就会动工 第二阶段部分 交通部长王国才保证一定会做 而且会进入金融市 目前正在进行最关键 也最困难的路廊规划中 对于金融捷运最新进度 交通部长王国才在参加 东安邮轮广场穿接工程开工时表示 第一阶段从南港到八渡 一季最快明年第四季动工 至于外界关心的第二阶段部分 王国才也保证一定会做 而且会进入金融市 目前正就最关键的路廊部分进行规划 我们从南港到八渡的第一阶段 那现在送到环保署 然后我们这个希望在明年的第四季能够动工 第二阶段也一定会做 只是我们又分阶段来做 那一定会进到金融市来 那现在主要进来就是路廊 要找哪一条路廊的问题 我们因为不希望说有太多的拆迁 所以先到八渡 但是进到金融市 这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规划当中 这一定会进来 王国才进一步说明 金融捷运分两阶段是很常见的做法 包括台北捷运及新北捷运 都有这样的规划方式 主要是让人做的先做 提升效率也加速满足地方需求 整个到八渡这一段是 一切包括用地都没有问题 我们先来动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过去的捷运建设 太多有这个状况 它有所谓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如果在第二阶段 它碰到太多的阻力 你把第一阶段也挡住了 那这样我觉得这个不大有效益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做到八渡 然后八渡要进来 这部分的确牵涉到路廊的拆迁的课题 大家可以想象 要进到这个金融火车站 这个所有的用地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是这样 先跑到八渡 然后这段时间继续 不要让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部分 来影响到金融捷运 因为现在决定要做 我们赶快先把第一阶段做过 再做了 过去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台北的环状线 它也先做一环 然后慢慢把它借起来 与金融市长年又他合体进行扫接败票的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蔡世英普通表示 金融捷运第二阶段正在进行路廊规划 一有结果交通部就会跟金融市政府及金融市民做说明 因为涉及到路网的部分 以及涉及到房屋是否要拆迁的部分 所以现阶段交通部的铁道局正在做可能潜在的路线 正在把它裸列出来 那裸列出来之后 我的理解是未来会跟金融市政府以及金融市民来做说明 那由金融市民跟金融市政府做最后的决定 蔡世英直言 金融捷运喊了二十几年 终于在金融市长林又昌与他的手上定案 他会继续努力一步步落实原金融人数十年的梦想 过去国民党时代做不到的金融捷运 在又昌跟世英的手上 我们一步接一步的完成 那我觉得这就是过去国民党亏欠金融人 而又昌加上世英 以及我们的金融队 把这个捷运在我们的手上定案 也一步一步的落实到金融人的生活当中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屡获宫都盟评价为最优秀立委蔡世英 在各界期待下投入这一次的金融市长选举 与金融市长林又昌合作多年 一起将金融翻转蜕变有成 蔡世英强调参选的初衷 就是希望能够接棒金融市长林又昌的亮眼政绩 延续金融城市光荣 让金融市民更骄傲与更幸福 改变不可以走回头路 请大家支持蔡世英 与金融市长林又昌挨家爱户 步行扫街败票 获得市民热情回应 投入这一次金融市长选举的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蔡世英表示 参选初衷就是希望 林又昌市长辛苦八年翻转金融的成果 能延续 不让金融再走回头路 世英这次参选金融市市长其实是基于三个初衷 那第一个初衷就是说过去又昌加世英 我们这几年让金融城市做了很多的改变 城市也摆脱了过去国民党时代时期 电影的一个情形 我们现在往前进 那世英真的是不希望八年努力的成果 化为归影或从头来过 所以世英会很期待 接棒基隆连续光荣 继续推动基隆的城市改造 让基隆继续往前进 让大家做一个骄傲的基隆人 基层出身 了解金融市民的需求 蔡世英在担任立委时 及协助金融市政府 批件多条快捷公车 争取金融捷运定案 及国道拓宽 这次更提出1200元首都通的诉求 希望让基隆市民享有与双北同样的交通服务 更希望透过基隆捷运 增加基隆市民在地就业机会 许多人都到台北 大台北地区工作 那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通勤这方面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过去这几年来 是应推动了快捷公车 国道快捷公车 我们也推动了基隆捷运 我们也推动了高速公路的拓宽 这几个事情就是希望让基北的通行 能够更加的方便 那在最近市民也推动了 首都通月票1200元 以及基隆捷运带动的开发 系子跟基隆地区的 这两个地方的商主区 未来变更成科技产业园区狼带 就是希望让基隆人 能够在交通平权 以及在工作机会上 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 不要这么的奔波 有山有海的基隆市是一座美丽城市 蔡世英也期盼能成为基隆山林保护者 不让珍贵绿地被随意开发破坏 为下一代留下绿地 适应参选的初衷 其实我们如果基隆人都应该有看到 我们基隆有许多的绿地 以前都被不当的开发 那事实上这些绿地 有很多的绿地 都是谢国良家族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土地 是因为希望我能够当选 能够遏止这样不当的开发行为 我希望我的当选 可以让这一些绿地 继续让基隆市民保有着 不要再任意地开发 所以这也是我这一次参选基隆市长 三个我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我希望基隆持续进步 希望基隆在大台北都会区域里面 交通平权 以及提升更多的工作机会 那另外就是我希望基隆的绿地 不要让谢国良家族再去任意地开发 旅获公都蒙评鉴为最优秀立委的蔡世英强调 他有信心也有能力接棒牛昌亮眼政绩 率领基隆队落实执行各项市政建设工作 让基隆市民不管在何处都能骄傲地说出 我是基隆人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前行政院长江一化 帮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站台 特别提到当年推动的基隆军港迁移计划 也看好谢国良会好好建设基隆 画面上就是前行政院长江一化 跟谢国良一起进行扫结拜票 希望在最后关头为谢国良多争取选票 江一化在行前记者会特别提到当年争取 军港迁移计划的动机 期许谢国良未来要好好建设 也就是基隆军港的西迁是在2014年的年底的时候 由行政院做成的一个重要决定 那刚才国良也讲到 其实我担任行政院长的时间是2013到14 也就是民国102年到103年的这两年期间 那国良当时跟徐超平委员一样 都是我们基隆的立法委员 他们对于基隆将来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跳跃式的发展 怎么样才能够替我们基隆乡亲创造最好的繁荣的机会 都非常的关心 想象的就是我们在把这整个东岸码头释放出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得到 他以后再也不是这些军舰停泊的地方 他不管是要做观光的游轮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这种游艇的规划 可以让整个东岸变成是一个像欧洲 或者是一些西方国家一样 非常漂亮的一种游艇码头 所以未来我会认为整个东岸 整个中正路上 都是要打造一个快乐观光旅游 休闲商业购物零售 这样子的一个商业区域 这个策略跟这个方向 一定是从江院长定案那个时候开始 未来会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未来我假如担任市长 我一定会自力打造于这个东岸 中正路 还有这个131舰队 军港这边的一个整体的观光 的一个零售的一个区域 但我们希望引进国际级规模的 经营者或投资者 未来能够把东岸好好的做起来 如果你从东一码头 也就是说从这个东岸高架桥 一路下来 然后是一片平地 直接到东六码头那个震撼感 谢谢院长帮忙 然后未来就是国陵 跟我们这些市议员要努力的地方 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特别来基隆为谢国陵造势 希望巩固国民党基本盘 再向中间选民请托 北北基陶一定要一起合作 就像我们今天在新北侯友宜 一定要跟基隆 能够密切的连结在一起 台北的蒋万安也要连结 甚至到桃园 我们都要连结在一起 那这次很明显的 我们这四位候选人 不论能力 精力 学历都是最强的 而且我相信他们四位共同胜选 就可以打造一个北台湾 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城市 这个基北 北桃 我们就可以连结在一起 记者黄润生 基隆报道 基隆Let's Talk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1200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 肯定尼佑昌 票投蔡思逸 科技帮我维持健康 科技帮我放松身心 科技还能帮我及时缴纳地价税 让生活更游刃有余 现在只要下载行动支付 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数QR Code 就能快速完成缴纳 另外还有这些管道可以选择 111年地价税开征楼 管道多元Don't worry 一划缴纳Be Happy 基隆Let's Talk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鸡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1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 扩正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不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大成量 肯定尼佑昌 票头蔡思英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坚定信念 深耕激情 我是七赌七四一言候选人 五号张耿威 耿威无党无派无包 二十多年来 顶持专业专职问证的精神 一步一脚印为您争取各项建设以福利 十月二十六日 张耿威需要你集中选票 全力支持 您的每一票是五号张耿威继续迈进的最大动力 各位我们基隆仁爱区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好 登记第四号 纪文泉 纪文泉是在地创业青年 非常希望把基隆流失出去的青年朋友 找回基隆 大家一起来发展基隆 创业基隆 特别拜托仁爱区所有的好朋友 全力支持登记第四号 纪文泉 纪文泉感谢大家 韩国瑜拜托大家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手足全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客运公车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宁悠昌票投蔡思英 基隆Light Store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梁 一定实现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第八选区 平地原住民市议员选战 只有一席 五党籍市议员陈明健 长期经营 加上民进党的奥援 力拼连任 国民党候选人王尚杰 形象清晰 五党籍候选人 巴奈奥奥狼老王深耕原住民社区 生活肯定 基隆市平地原住民 最近两届的市议员选举 投票率大约五成 开出了三千多票 其中社会运动出身的 巴奈奥狼老王 2014年参选拜北 今年再战 三十多年来 在基隆蹲点服务 我是基隆市平地原住民 参选人 一号巴奈奥狼老王 这是我第二次参选 我在基隆 从事社区服务工作 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我的参选 不是为了名利 是要担任公普 做选民的导物主任 我的参选理念是 选民才是老大 主仆归位 我坚持不以传统的选举方式 诚心邀请选民来监督我 一号巴奈奥狼老王 希望成为你的导物主任 国民党已经失去了 三届原住民议员席次 这次提名王上杰被视为骑兵 展现强烈收复席次的决心 大家好 我是平地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二号 二号的王上杰 李姓 元香是根 吉隆是家 感谢所有爱护 以及疼爱上杰的大家 有各位的支持 是上杰最大的动力 上杰一定会更认真的 倾听所有主人的声音 全力的提升 吉隆市所有主人的生存权益 以及文化发展的空间 促使在地的建设 以及福利政策 能够更满足 所有主人的需要 让上杰做所有族人们的灯塔 照亮温暖我们的家 请给上杰为主人服务的机会 11月26号 拜托请将您宝贵神圣的一票 投给年轻有活力的二号 二号王上杰 改变吉隆 幸福原民 塞之论 让我们一起加油 而寻求连任的五党籍候选人陈明健 是原住民政坛的老将 累计一定的支持体系 八年的问证表现 争取地方建设 获得选民认同 民建这次继续参选 原认用心服务原住民 打造原住民新的局面 让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生活 越来越好 不管在老人跟年轻人 跟小孩 跟文化 甚至我们体育各项的活动 民建是极力的来争取 让我们各项的福利 都能够集权 关注这次继续 我非常感谢 大家好 你们在这几年 就有个厉害 我们这里 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现在在这一年 在这一天 我们在这一天 关注这一天 我们下方 下次再来 然后我们在这一天 把这个关注 我们在这一天 让民建 继续连任 为大家继续服务 用心服务 受不愿民 平地原住民 季庸只选一席 两位女将挑战老将陈明健 战况激烈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秋冬市山药盛产的季节 季庸市府和农会合作 把季庸山药特产结合山药 设计了十道菜 推出了山药大餐 限量一百桌 用餐时间在12月10号 季庸港海产楼 很重啊 是不是很重 重拿16台斤的山药 整根要树立起来 还得需要两个人合力才能完成 实际拿尺量一量 四尺 进入了山药季节 桌上满满各式山药创意料理 山药樱花虾米糕 山药佛跳墙 山药琉璃翡翠 更吸睛的是这道 山药鲜鱼米粉汤 先将山药切块 炸得金黄酥脆 齐鱼用热油汆烫 最后用高汤下去熬煮 放入米粉吸饱汤汁 先把齐鱼先酥炸一次 为了让它外表酥脆 而不会煮起来变得太软烂 然后山药也是在先把外皮酥炸一次 下去再烹煮 山药因为我们烹煮怕煮的太烂 所以山药我们就是炸熟之后 直接摆在上面 汤汁冲下去 这样就才会保有它那个山药的味道在 多吃山药对身体是非常好有好处 因为山药它包含了 它有非常丰富的食物纤维 食物纤维它对人体可以降山膏 保护肠胃 山药口感绵密 秋冬是盛产季节 尤其是基隆的白雪玉品种 口感清脆 基隆市政府和农会合作 要把山药结合山海特产 设计了食道满汉山药大餐 山药种植的面积大概都大概七八公顷 可是今年因为汗灾的原因 所以收成少非常多 因为大部分的农民都是靠那种 自然的泉水或是说雨水 今年因为都干汗 所以说只有少数农民因为它有自来水 所以才有办法种得起来 不过因为特别照顾 所以说品质还是一样很好 今年产量虽然少很多 大概不足总共也不足两万公斤 不过因为山药大餐是我们基隆的一个特色 所以说我们一样 今年一样 虽然成本提高了 我们还是一样继续办 基隆市政府也喊话 今年的山药大餐 即将在12月10号 在基隆海产楼登场 名额有限 11月16号开放报名 限量只有100桌 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 下雨量比较少 所以山药的产量比较少 那我们本来很担心说 这次的山药大餐可能就办不成了 但是我们跟农会 跟农友这边协调精算之后 那我们还是克服万难 在今年依然举办 这个往年都相当抢手的山药大餐 那我们今年的山药大餐 在12月10号 那我们希望这个市民 能够踊跃来报名参加 今年基隆遇上了缺水 山药产量大减 农友的成本提高 市场符合农会 顾及民众期待心情 照常举办山药大餐 希望疫情解封 民众也能够外出 品尝到基隆特有的山药料理 山药大餐 给人爽赞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暖暖水源桥 在雨天的夜晚呈现出 没有落差的平面道路 容易导致交通意外 市民员零恩点接获 民众反应办理会开安 要求改善这个危险问题 水源桥头人行道上的反光板 遭到撞乱 并且留下深深的摩擦痕迹 就知道危险性 通往暖暖区和基辅公路 重要的水源桥 在下雨天的夜晚特别危险 因为路面和光线的关系 造成有落差的桥面 和桥面上的人行道 因为视线不良 变成没有落差的平面道路 导致机车骑在高低落差点 摩擦碰撞跌倒的交通意外频传 市议员联恩点接获民众反应 特地停下选举行程 邀请市政府交通处 公务处警察局交通队 和第三分局人员办理会刊 要求至少先规划好 曹化线警示机车 以及开车的用路人 直接就骑到人行道上 那当然我们在私座的时候 公务处旁边有放 矮矮的一个反光标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往往都直接冲到上面去了 那造成上次前天 前几天也有车子 跑到人行道上 要急得下来 车子就翻倒了 我想这些的事情 我也在议会里面 也提了两次 那今天特别又来到现场 跟公务单位在讨论 那我们的一个结论 是先用曹化线 来强调这个路口 马路的人行道 跟这个马路 是有不一样的范围 那提醒我们 这个骑车的民众 不要再误闯到这个人行道上 原本连恩典 希望可以装设软植分项杆 在水源桥头提醒大家 或是地上装设猫眼石等 反光设施 标示清楚车道线和人行道 不过并没有获得 交通处人员的认可 因此要求在最快时间内 在桥头划设好潮化线 来提醒汽机车用路人 在下雨天的夜晚 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吴骏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